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每天都在幸福中度过 直到五年前她得了结肠癌 我在她身边无微不适地照顾了她一年半 可是她还是走了 当时我就想这样孤独终老算了 可是谁找时间的推移和朋友的劝索 我也慢慢地走出了阴影 年龄大了还是得找个人陪伴才好 男嘉宾 你愿意陪我走完余生吗 第二段感情其实是给你带来最大的一段幸福的感觉 是吧 就是那一段感情觉得是在你人生当中非常完美的吗 所以会成为你在组成家庭的一个最大阻碍吗 不能 不能 因为之前你对你对对方要求很高 是吧 是 现在 这样几条件 长得也有一般人吧 这也不是特别高 就是我没有要求了 事大了 就是这个人吧 只要你身体好 没不良事好 你对我好 嗯 就可以了 那你第一眼看上去 你要求对方傻样 我不烦吧 嗯 你整点吧 七十七十三的他心里挺少的 七十八十的 他不想找七十三的吧 你这人得素质的 差的多少点 你好点 男嘉宾你觉得你烦他吗 不烦 不烦 第一步已经成功过关了 男嘉宾 就是你看他不烦 就说明你对他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嗯 我想问一下 你这种感觉要到什么程度 有的人说了 我要一种恋爱的感觉 我要一种心动的感觉 我要一种感动的感觉 就是我看到这个人 觉得这个人值得 我跟他走后半辈子 你要的这感觉是啥样的 权债 你说一些权有 权底必须有 那你觉得这个年龄 想把这三个感觉都找到的话容易吗 那就经过俩互相了解了 嗯 就是说一见钟情 你愿意有这种感觉 然后再继续走下去吗 对 就是一见不钟情 你会继续走下去吗 那我不能 那不可能 不接触 我说咱那个吧 就这个年龄段的人 再想第二次牵手 就必须说是两个人的感情为主要 嗯 牵手这不太重要 我看啊 第一是感觉咱俩行 才能处好感情 这感情好了之后 我们才能生活在一起 我一看你啊 咱俩挺有眼缘的 我觉得你这也挺好 觉得我也挺好 我再来才能合得来 才能 才能闹上 聊到一起 这样呢 你可以慢慢处 感情才能处好 你有没有 说你遇到过 或看到过某一位男士 让你怦然心动 有 我时候也有 也有过 嗯 所以在这个年龄阶段 想碰到一个 让自己心动的人 不是不可能 对 所以你会奔着这个目标去吗 我见到这个人 必须先一见钟情 哎 所以只有一见钟情才有下边 后边所有的接触 是不 对 哦我的天呐 我们年轻人想碰一见钟情都不容易啊 我因为啊 就是这个年纪呢 主要是两个人 性格能合得来 能闹得来 能有个相处的能挺好的就行 外貌 什么感觉啊 那都是次要的 感情是培养的 嗯 一见钟情太少了 起码看他不讨厌 这人不讨厌就可以 那不还得有点感觉吗 对啊 那一点感觉没有 那能行吗 不可能说这个不看第二眼 一见钟情是哪找去啊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第一眼看得不烦 我能把这个感觉归咎到爱情里边吗 那那倒不是 我想问一下 培养出的感情可以是爱情吗 只要两个人能互相搭伴就行了 爱情多大事 还有什么爱情火花啊 这肯定是一号阿姨 二号女嘉宾 你同意咱们女嘉宾的说法不 也可以吧 一号阿姨本身就是做事的人 她本身就是那种 就是经济型的 就是你经济状况良好 你也不用我负担什么就行 这个阿姨我觉得 她虽然已经73岁了 但她就是纯纯的少女心 她太简单了 我爱说 但我喜欢对方话别太多 哎呦 就像男嘉宾这样 一声不值得你最喜欢 她也能说话 说是能说 男嘉宾您是不太爱说的 是不 对 其实也不爱说话 您愿意倾听对方说吗 愿意 没用的我也不说 那你别急 有用没有都落点不两口子 哪些那么多有用的啊 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是说的 早餐走了 晚上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聊聊 今天您做的什么工作啊 对啊 遇见什么新闻了 就这事儿 一见钟情是见色起义 日久生情是权衡利弊 见色起义不是说那个好色的色 你知道吗 这个色是包含了他的 外貌 对对对 是这样 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不是个贬义词 但是最起码的 我想在这个年龄段 只要是对方不能够引起你的一些反感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对方能够符合你的一些原则方面的要求 接聊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咱们接聊请女嘉宾稍息休息 咱们会见好不好